如果你正在考虑换掉旧的iPhone 现在是时候考虑了 但是你可能会问 什么时候是卖掉旧iPhone换现金的最佳时间点呢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将为您提供一些有用的提示和技巧 以帮助您决定最佳的卖掉旧iPhone换现金的时间点 最近几年 iPhone手机的销售量不断攀升 不少人在购买新款iPhone时 通常会想将旧款的iPhone设出换现金 以减轻新款iPhone的购买负担 但是什么时候是卖旧iPhone换现金的最佳时间点呢 在这段影片中 我们将为大家详细介绍 每年卖旧iPhone换现金的最佳时间点 苹果新产品的发布时间 通常每年的9月份 Apple都会发布新的iPhone 这一为主在这个时候 人们会对新产品产生很高的兴趣 如果你等到新产品发布后再卖旧iPhone 你可能会遇到更高的竞争 这可能会降低你旧iPhone的价值 因此 如果你打算在今年卖掉旧iPhone换现金 最好的时间是在新产品发布前的几个月 旧iPhone的品质和状态 如果你的旧iPhone在品质和状态方面还不错 那么你可以在新产品发布前的几个月内卖掉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 市场上可能还没有太多的竞争 你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 另一方面 如果你的旧iPhone已经非常旧了 或者有许多损坏和问题 那么你最好赶紧卖掉它 以避免价值进一步下降 网站和平台的选择 如果你希望卖掉旧iPhone换现金 那么你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网站和平台 例如Yahu、Ebay、Gazelle、Swapa等 每个网站和平台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因此你应该仔细研究并选择最适合你的选择 此外 你还可以考虑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例如Facebook、Twitter、Line和Instagram等 以提高你的曝光度和销售量 圣诞节前和暑假前 圣诞节前和暑假前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 因为这些节日通常是购买新产品的高峰期 这意味着许多人会卖掉他们手中的旧iPhone 以支付他们的新购买 这也是购买二手iPhone的人数增加的时期 因为许多人将在这些时间购买二手iPhone iPhone售后服务政策变更 每年9月发布新款iPhone时 苹果公司也会公布相应的售后服务政策 有些政策变更可能会对旧款iPhone的售价产生影响 如果售后服务政策变更对旧款iPhone的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那么这也是卖旧iPhone换现金的最佳时间点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只是一些一般建议 实际上每个地区和市场都有不同的供需情况 最佳时间点还需要根据当地的市场情况进行判断 谢谢收看 谢谢